媽媽我們剛坐的超音波 發現你們的寶寶有蟲惡劣的情況 20週殘劫的時候 超音波醫生告訴我 就是疑似有蟲惡劣 一開始就想說 你是不是看錯這樣子 就是不能接受 就我心裡的聲音就是 我想要把他跑 我想要把他留下來 因為醫師的話 讓爸媽決定 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迎接阿炮到來 還要跳跳嗎 還要 誰 現在已經兩歲的他 完成了純烈惡劣修補手術 其實和一般孩子沒有太大差異 關於生小孩 養育小孩這件事實在是 蠻辛苦的 這兩年來我們最擔心的都是他的語言發展 小兒科醫師也有說他的發展 甚至比同齡的正常小孩都還要好 那我們就覺得放心很多 可能要受訪的時候才 可能要受訪的時候才 哦 他是乳嫣兒 但做了再多準備和心理建設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 對純惡劣不了解 或多或少出現不友善的情況 雖然說已經有先做心理建設 被拒絕的時候還是蠻難過的 被原方告知說 媽媽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照顧像純烈這樣的小朋友 因為怕擔心會有什麼疏漏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 但是生活上是沒有問題 跟其他小孩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別人不知道 所以當時有去再跟老師解說一下說 這個階段不需要特別做什麼 額外的照顧 這是他基本的三個刀 一個是春 三個月 二次挑個月 然後 壓床幾乎是九歲 再看一下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喔 哇 我還說可以 嘴巴再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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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拜拜 Give me five就可以出去了 給 me five就可以出去了 用力 逮他去 目標永遠是這樣 讓小朋友能夠跟正常小朋友 過著一樣的生活 給爸爸媽媽最好的期許就是 你給他們當作一般小朋友的 撫養 那在修補的方面就交給專業的醫師 那在花費部分 因為現在健保都有幾付 而且三歲以內都免部分負擔 你們是可以過著 跟一般正常家庭一樣的生活 這次回診有看到其他 還沒有做手術的小朋友 回想起阿胖那時候訴前的狀況 很揪心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 可是這樣子一路走來 其實看到他們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知道他們會變得更好 爸爸你要不要回頭一下 嗨 哇 哇 阿胖 好久不見 啊 演員張莉驚喜來訪 讓爸媽感動不已 因為當初他們生下阿胖的故事 就是由張莉詮釋拍成為電影 為人母糾結的心境 讓人震撼 但你們為什麼問是我們的孩子 其實我也是因為阿胖 然後認識羅蕙夫爐顏基金會的時候 我才真的有去深入了解 就是關於爐顏缺陷的孩子 會碰到的狀況 我必須說那是很心疼的 就是會心疼一個小孩 然後我更多會很心疼一個家庭 他們要面對的很多的 我可以想像到的那些挑戰 就是想告訴大家說 我們碰到的這些問題 我們就去面對 然後絕對絕對不要去想 到底是自己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如顏缺陷的孩子 並不是要大家給予他們 什麼樣很特殊的待遇 而他們最希望被當成一般的人 如果我們對於就是乳顏缺陷啊 有更多的了解我們 就不會覺得這件事情 距離我們很遙遠或是很奇怪 那個外表上面的美啊 它會隨著時間去流逝 但是我們一直努力地告訴孩子 你內在的美 它會隨著時間是會越沉越像你的 知道嗎阿炮 錯愕 煎熬到抉擇 再到經歷兩次的手術 紀錄了這兩年阿炮的成長 爸爸媽媽說 疾病永遠存在 所以希望這樣的分享 人幫助鼓勵到其他家庭和孩子 常常就會跟他說 我愛還好媽媽剛出了生下你 媽媽好愛你喔 還好你那時候有選媽咪 我不知道他以後會不會 為了這個傷口有任何的埋怨或者是 感恩 就不知道 但是我很慶幸有 他加入我們的生活 以前是現在也是 我愛你 我愛你